过去十年在国内和朋友聊天 移民和海外之夜取代了买房炒股 成为了常见的经济话题 有人每月去一次日本或香港 蚂蚁搬家式的带走现金 也有人去海外刷卡购买金融产品 只要刷一天 这些都成为了几具时代特色的都市传说 与此同时 我偶尔也会收到哪一家银行 又收紧了外汇兑换 或者曲线限制的好心提醒 虽然都是零星个别传闻 但结合欧美和澳洲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 甚至对外国人置业的限购 离应外合地证明了所谓资本外逃 可能不是个案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一直是一个长期有贸易盈余的国家 一般来说这种盈余的增长 会带来外汇资产的增长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 由大家赚回来的外汇购买美国国债 人民银行公布的过去十年 中国资本账户的数据 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 因为从2009年到2018年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增长了2万亿美元 但是同时 公布出来的外汇资产 仅仅增长了7400亿美元 剩下的1.2万亿美元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我们仔细看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过去十年有一个叫误差与遗漏的账目 出现了持续的赤字 而且越滚越大 到了2018年底高达1.1万亿美元 任何有经验的业余福尔摩斯都会告诉你 这个多出来的1.1亿误差与遗漏 与我们理论上找不着的1.2万亿 应该就是一个东西 如果有人用枪指着某个经济学家的脑袋 问他传说中的资本外逃究竟是个什么数字 我想一个合理的答案应该和这1.2万亿美元不远 也许这不是一件坏事 中产阶级投资海外资产的一个重要考虑 当然是为了分散投资和养老 中国社保基金的资产总额 在2017年底是2.2万亿人民币 他也许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基本的温饱 但是如果未来 人们还想要在退休后继续玩手机 买淘宝和去日本旅游 恐怕还得感谢BJ1.2万亿美金的误差 铃娂 CV 2.1 2.1 2.1 2.4 2.2 感谢观看